今天再给您介绍一道煮的菜 叫做虾羹伞子 这个虾羹伞子呢 它是从这个湖南菜里的这个鸡羹 鱼翅演变而来的 虾子也就是虾仁 给它擦干了水分 虾仁擦干了水分之后呢 给它拍 这样子拍碎 因为要做虾羹 而切了粒的呢 吃起来的味道比较差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拍的方法 拍碎了以后呢 就这样子放到碗里头 加半个蛋白 好 加半个蛋白 来拌 这样子好好地拌一下 等一下就拿来炒这个虾仁了 那么另外呢 它的配料 配料呢 今天有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呢 也就是洋菇了 今天用的是罐头的 如果大的话一切两 然后就这样子给它切成薄片 好 切成薄片 那么另外呢 有这个豌豆粒 两汤匙 你也可以放一点笋子 那么这个 扇子呢 就是这种细细的 看起来像油条的 小条一样的 它是用面粉拿来 做了细条后炸出来的 这种扇子 那么这种扇子呢 也看上去像这个面条 给它炸好了的一种 那么你如果买不到 你可以把面条炸了来代替 通常呢 用个四支 三支四支就够了 那么锅子烧热了以后呢 用油 把油烧热 用这个油呢 拿来炸这个煎 也就是煎这个葱姜 葱姜呢 煎了它的味道 出来了以后 就给它拿掉 然后就用这个油 来炒刚才腌过的虾 虾仁 那个虾仁呢 如果时间够的话 最好能够给它腌到 腌个半个钟头以后呢 再来这个下锅 味道浓一点 好 就这样子 现在呢 就把这个 葱姜的拿出来了 葱姜的味道 已经 到了油里面去了 就可以把这个 拿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 刚才的这个腌的 这个 就算是已经腌过 腌过半个钟头了 那么就给它拿来炒 好 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之后 熟了 就给它淋这个酒 好 这里是酒 同时呢 要把这个 滚了的热的高汤 下锅 然后把这个 配料 也就是这个 羊菇片 也下锅 因为这个羊菇片呢 它是熟的 是罐头的 如果是生的 你要把它先烫熟了 好 现在呢 就给它用盐来调味 这里是盐 这里是少许的胡椒粉 好了 滚了以后呢 就先把它锅个芡 这个煮的东西 也就是说 现在在锅里煮 这个就叫做煮 有的是轻的 有的是 可以加一点点芡 让它有一点浓度 就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另外呢 再用一个油锅 来炸这个散子 这个散子呢 就是整条都放在 热油里头去炸 炸好了 就沥干了油 装到盘子里头 一起上桌 这里呢 就是已经烫熟了的 这个豌豆粒 也下锅的 那么就到桌子上以后 就给它淋上去 因为这个 我的这个散子 已经炸出来 过了一下了 所以它就没有声音 通常呢 刚炸好的 一定会有一个 刷的声音 像锅巴似的 有这种声响的 那么今天就到此 明天再见